好 看一下我们的118组MIR 注意vander讲 MIR这个词根呢 注意词根讲叫vander 所以你看镜子怎么来的 那就是一种神奇的东西 你看前面是个神奇 后边是一个R 中间是个圆圆的镜子 后边再有一朵R 看我听到 透过镜头我看到一朵小花 对不对 所以呢 Mirror表示的是镜子 那么像呢 白蚁公主她后妈经常对着镜子说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Who is beautiful 对不对 She says extremely most beautiful 对不对 所以Mirror表示镜子 她也表示的是反思反射 那新名单叫做Mirage 表示什么呢 海誓蜃楼 虚幻的东西 为什么呢 一个神奇的年代所发生的事情 自然是虚幻的东西 所以Mirage表示海誓蜃楼 表示虚幻的 好 新名单是Admire 人们对于那种神奇的东西 到一种本能的崇拜 AD表示一再一再的去看神奇的东西 所以Admire叫尊敬 Admiration 尊敬某人 Admire somebody 新名单叫做Miracle 对不对 Mir表示神奇 Acelle表示东西 一个神奇的东西叫什么 奇迹叫Miracle 像兰蔻呢 和那个叫西地呢 有款香水 叫Miracle 对不对 就是单词了 简直就是奇迹 好 我那只狗呢 成天呢 到我的 到我的书上台上去找小香水 好 他只把Miracle那款香水 那个脖上残金环那款香水呢 拿到自己的狗窝里 那个香水现在已经不剩什么了 他的嘴每天回家以后都香臭香臭的 好 因为那个Miracle 那款香水的味道 对狗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简直就是奇迹 看到了 好 新名单词呢 叫做Miracle 对不对 表示奇迹 Miracle 一样呢 我跟大家讲过了 原因发生改变 词根含义不变 对不对 就是单词 所以Miracle Miracle 太神奇了 Amazing 对不对 就单词 来自于呢 Miracle 以词根讲 叫神奇的词根 好